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喜欢吃咸酥鸡吗? 大家好我是Vivian 有观众提议我测咸酥鸡 所以今天就来做一下咸酥鸡的血糖实验 等一下我会先测空腹血糖再吃 之后测餐后一小时以及两小时血糖 并算出血糖波动跟大家分享 我们开始吧 昨天买了一包咸酥鸡 等一下倒出来看看 看它有几克 倒出来是这样 有蒜头还有一些配菜 总共是158.5克 把配菜都挑走之后 变成138克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82 咸酥鸡 我要开动咯 吃完咯 等一下测餐后血糖 餐后一小时血糖 餐后一小时血糖115 餐后两小时血糖91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在影片下面帮我按一下热推 谢谢大家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热推的方式 先按住第一个留言 往左推 按下热推 下面热推880分按下去就可以了 再次请大家帮我热推 谢谢大家 做一下数据分析 吃咸酥鸡 空腹血糖82 餐后一小时血糖115 115-82等于33 所以血糖波动33 餐后两小时血糖91 我今天吃的咸酥鸡 一份60元 有138克 我在网路上查 咸酥鸡100克 有12克碳水 热量是312大卡 所以我吃的这一份 有16.6克的碳水 有1.1份糖类 热量430大卡左右 吃下这一份咸酥鸡 血糖波动33 比我想象中还高耶 毕竟吃下半碗白饭 2份糖类的血糖波动才30 我想是因为它的肉 有用糖和其他调味料先腌过 再沾粉去炸 导致血糖波动比较高 如果想要吃低糖版的咸酥鸡 可以参考上班的影片哦 咸酥鸡不是我的食物 这次买咸酥鸡 还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体验哦 之前吃咸酥鸡 都是朋友或家人买的 我只会吃一两口 而这次吃下一整份的咸酥鸡 我喝下这样的水喝了三杯耶 可见它里面的调味真的蛮重的 很肯定它是份高油高盐的食物 建议不要太常吃 因为它除了热量高之外 那摄取量一定也不低 加上炸的油不是好油 很容易引起身体发炎 如果真的要吃的话 建议搭配一碗水煮蔬菜或生菜沙拉 吃的时候也用餐厅纸 尽量把油吸出来 吃完多补充鱼油或亚麻仁油 来平衡Omega3和Omega6 预防身体发炎 另外每个人测出来的血糖数据都会不一样 我的血糖数据仅供大家做参考 最后提醒大家 吃完东西的血糖波动不要超过30 比较不会刺激胰岛强烈分泌移岛素 导致合成脂肪抑制脂肪分解 对于控制血糖和瘦身比较有利 总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与热量摄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远离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